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几乎要对了 但是错在哪里 错在A不能等于0 因为如果A等于0的话 根号2乘以0还是0 就是无理数乘以0会变有理数 这件事情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结论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特别跟你讲 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的时候 那这样子我还跟你说 而且AB就是 A乘B就会变有理数的话 那其实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A会等于0 那又利用他展开了这个计算 我们回顾一下 因为这个很爱出 所以说就像这样的问题 那于是他就会整理出好几个是有根号2的 跟没有根号2的 我们要把有根号2的放一边 没有根号2的放一边 目的就是为了提出根号2之后 产生这个有理数乘无理数 却变成有理数 得到 所以这个有理数是0 这个有理数也是0 这样子去解它 连利求解 OK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所以这里就有这个 ABCD都是有理数的话 A加根号2 A加B乘根号2等于C加D乘根号2的话 是不是A一定会等于C B一定会等于D 你觉得是不是呢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一样 就像刚刚那一集那样子 我们把有根号2的放一边 所以A-C会等于D根号2-B根号2 我们把根号2直接提出来 那因为ABCD都是有理数吧 所以这里A-C是有理数 B-D也是有理数 但是根号2不是啊 怎么样 题目跟你讲它要等于 所以不是你现在可以说 它不会等于 不是这样 题目就跟你讲它要等于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你这个有理数一定是0 所以A-C一定是0 B-D也一定是0 你这个是D-B也一定是0 那其实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计算过程 只是它现在不是给你数字去算 它是拿这个符号来给你推导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情境 如果说AC是有理数 BD是无理数的话 那是不是有理数加无理数 等于有理数加无理数的时候 有理数的这两个A一定会等于C 无理数的B会等于D呢 那答案是 你没有回答 按个暂停想一下回答一下 答案是 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不对举个反例就可以了 不对的话很简单 我们就说A是 比如说A是2好了 B是根号2 C等于1 D等于1 E加根号2 那是不是2加根号2 会等于2加根号2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举这个无理数的例子的时候 很容易都是用根号2去想 而忽略掉了 E加根号2也是有理数啊 也是无理数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些答案不对 下面 是不是 五理数的平方 就会变有理数 那这种问题 其实很简单 但是会有人做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很多人在想举例的时候 都用根号2去想 那就会觉得说 根号2平方是2 对 其实不是 这不是 那我们举法例要举什么 以我们现在知道的 像刚才讲的根号2加1 根号2加1的平方应该是什么 A加B平方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所以它是2加2根号2加1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π平方 π成π 它也不会变回有理数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上面这个是对的 这个下面这行是它的反面叙述 所以上面错下面就对 上面对下面就错 如果是5理数平方完 还有可能继续是5理数 可以吗 展开一帮大家提 5理数 如果A是5理数 开根号是不是仍然是5理数 反面叙述说5理数开根号 是不是有可能变回有理数 那你们觉得这个是对或错 那刚刚有说明说5理数平方完 有可能是有理数或5理数 那5理数开根号 是不是那个尾巴一定会在 会不会开了根号 反而尾巴不在了 答案是不会 这个5理数开根号一定是5理数是对的 那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证明它 那这个证明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闺谬法来做 所以我说 若 A 属于5理数 且 根号A是有理数的话 折怎么样呢 折 有理数4折运算 有理数乘有理数 5%应该要会是有理数 诶 等于A 那刚刚题目早就说了 A是无理数 所以这个矛盾 与前提不合 所以依据闺谬法 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我们就不写了 好不写完 所以它的反面叙述 无理数 有没有可能开根号变有理数 不可能 好来看第9题 如果A乘B是无理数 A加B是有理数 那A-B是不是一定有无理数 有点绕 那就是说两个数字乘起来无理数 可是相加却是有理数的话 当然 如果A乘B是无理数 那也是有这种情况 那这样子这两个相减 会是无理数吗 一定吗 答案是 答案是一定 那这个证明就不需要用闺谬法 我们可以用词法公式来证明 因为A加B是有理数的话 我们就知道A加B的平方 也一定是有理数 那么一个有理数 这个A-B平方 会是A加B平方-4AB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是有理数 有理数减 无理数 我们前一集已经证明过 这个有理数加减 无理数会变无理数 因为那个无穷尾巴 它不会加减掉 所以 这样一来 这个东西会是无理数 然后上一题 我们又证明了 如果你平方的时候是无理数 开了根号的这个A-B 就一定还是无理数 这样子 所以得到这个很特别的结论 如果A加B是有理数 然后乘起来是无理数的话 那它其实相减也是无理数 第十题 如果A-B都是无理数 而且相处也是无理数 那请问A乘B是不是一定无理数 答案 有没有答案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答案不是 举例子来 让学生来想一下 要举什么例子来说明它不是 那像这类的问题 还是就像我刚刚讲到 这个 因为学生在举无理数例子的时候 很容易选根号2 那它就会卡在这边 就是根号2 如果根号2 这是根号2 这根号3 那相处 对是无理数 那相乘呢 根号6 是无理数 对啊 那要怎么样找到这个例子 才能够说明这句话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点 就是你想让它乘起来变有理数的话 那其实导数乘起来是1 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拿来使用 所以如果A是 那注意不要再选根号2了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π B是π分之1 那么这个时候B除以A会等于π平方分之1 就是无理数嘛 那但是A乘B就会是 所以它是错的 可以吗 下面第11个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是错的 那我们在举例的时候 你如果希望它相除是 是有理数的话很简单 相除是1 刚刚那个诗 我们去找相乘是1 相除是1 相除是1 就代表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今天A是拍 B也是拍 B也是拍 对不对 那AB是π平方 那B分 B除以A呢 是1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无理数判别的最后一个类型 就是说讲说我已经知道A21次和A9次都是有理数了 那下面哪一些A2次A3次7次15次50次和99次 我可以肯定哪一些一定也是有理数 那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有理数 四则运算一定是有理数 在这里使用到一个我们在国中甚至国小就可以接触到的知识 就是说如果两个数字有公因数 那么它们相减一定也有那个公因数 就是说如果A是7的倍数 B也是7的倍数 那A是几倍的7 好几个7 B也是好几倍的7 那它们相减完一定也还是整数倍的7 所以说AB的公因数会是A-B的因数 所以说我今天拿21去除以9 那会变成A的12次 12次再除以9是A的3次 9除以3次是A的6次 那9加6次是A的15次 你会发现怎么样 算来算去都离不开 什么 3的倍数 次方B为3的倍数 因为12跟9 有公因数3 所以它们两个减来减去 加来加去一定都还有公因数3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公因数3 我就可以凑到 然后来去说明说 你是透过有理数乘除有理数得到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我都可以肯定它是有理数 可是如果你没有3的倍数次方的话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排阶的答案是这3个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这3个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这3个 好